今天我介紹如何煮花蟹熟給大家 首先是如何處理蟹 如果在街市買生蟹回來 先不要剝掉繩子 先撕掉蟹田 然後洗乾淨 切件 首先將薑刨皮 如果我喜歡吃薑絲的可以切絲 你可以切蔥粒就可以 但我會喜歡這樣切 為何打斜切呢 再放進水裡會好像開花 放上來裝飾很棒 我們把十谷米洗了 然後浸了就放進鑄鐵鍋裏 因為十谷米有很多種不同的穀類 可能有些會較為硬 所以浸一浸就會煮得更加快 加入水和薑絲和蔥白 蓋上蓋子 煮十分鐘 十分鐘後就可以站起蓋子 已經看到米已經開了 加入蟹件 我們把蟹放進鍋裡 蓋上蓋子 煮大約五六分鐘 之後打開蓋子 把蟹都熟透了 然後我們可以加調味鹽 跟胡椒粉 再灑上蔥絲和芫荽絲就可以了 用筷子 如果買油水的花蟹 先把蟹剪掉 這樣確保你們安全 不會被蟹傷 另外可以用筷子 撿開蟹殼 就比較容易些了 所以我們要先喝酒 我用筷子 然後把蟹剪掉